在接触者体检中进行的检查 您将会收到来自保健所的通知 告知您是接触者体检的对象 这是法律规定的体检 请务必接受检查 在接触者体检中 包括问诊、验血、胸部X光检查 首先在问诊时 将会询问您至今为止结核的往期病史 BCG接种记录、家庭病史、吸烟年数 与结核患者的接触情况 接下来是血液检查 抽血是为了调查是否感染结核菌 即使知道感染了 也无法区别是以前就感染了 还是通过这次的接触而感染 感染是指结核菌侵入体内并停留的状态 因此没有发病的人不会传染给其他人 通常在最后与患者接触后 两到三个月后抽血 判断有无感染 这是因为即使感染 也无法马上检查出阳性 但是如果在接触者中 发现有多名感染的人士 将有可能继续进行抽血和胸部X光检查 如果通过血液检查 发现您已经感染 为了查明结核有无发病 将会进行胸部X光检查 如果通过胸部X光检查 诊断为结核 将在医疗机构就诊后 开始结核治疗 如果通过胸部X光检查 发现没有异常 将作为潜伏性结核传染病的 治疗对象 在医疗机构进行治疗 如果通过抽血检查 发现没有感染 基本上接触者体检就到此结束 在医疗机构进行